尤雅 詞曲 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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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对待、尊重、看待是一致的 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妻子 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儿子 所以她可以受压迫要多些 对着老板,你不敢说粗言慰义 为什么对着老公你敢说呢? 就是怨亲不平等 因为他一定要受 没有办法,关系不能脱离 所以他就实受 实受,所以就有问题了 念佛报恩就是说,念报佛恩的心 我们今天能够学得到懺悔 我知道错了,知道不对 知道将来会有恶报 但是我们很幸运 我们手上有一个灵丹妙弱就是懺悔 谁给我的?佛给我的 所以幸运,虽然我犯了错 但是因为有佛的慈悲 有她的开示 所以我还有最后一招 可以帮我们弥补 所以佛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德 佛教说,上报四重恩 佛恩就是其中一个 有父母恩 有佛恩 父母恩之后就是佛恩 接着就是有众生恩 所有众生都对我们有贡献 为什么? 你说你要修行 我们现在由凡夫到成佛有五十二个阶位 就是很长的路 怎么来的? 不只是你自己关门打坐就可以了 还要透过所谓未成佛道先结人缘 你就要透过与众生结善缘 是她给大家给予一个机会 给予一个功德 她不坐在一个楼梯 叫救命 你哪有机会扶她? 她不给你机会扶她 你怎样继续一个善根的功德? 分分钟是观音扮出来的 你不要以为那个坐在那里 分分钟是观音 她来试你 看你会不会做好事 所以众生为什么对我们有恩? 因为我们现实上固然是有恩 还有很多就是她成就我们 没有他们让我们去做功德 你哪有机会修行 所以你去淨土是很大的事 其实非法经也有 有些祖师爺都说 淨土虽然好 淨土个个都是大善人 你怎样结完? 个个都是诸上善人 俱会一处 最差的是我 你怎样去帮她? 都没有机会结善缘 只有她帮我 你一天不结善缘 你没有功德 你怎样升上去? 没得升的 你只是水涨船高 因为她高 所以我也高 你这些同学每个下了100分 你差了极也有限的 拉Curve 你都一定有89分 98分 怎样都有 那这一样东西 就是隔离那个 放着你而已 但是原来 在淨土是很难收福报 为什么? 因为没有机会 每个人都这么聪明 你怎样有机会 我帮你啊 需要你帮呢? 而且每个都是一生补佛 什么叫一生补佛? 他下一世就已经成佛了 我就刚刚去 52个街位 门都未南进去 我还要在里面等到51 52就成佛 每个都这么高 那是51级的 我就刚刚走进去 我怎样帮他 不可能 所以 那些祖师也说 去淨土固然是重要的 但是你也要知道 淨土也有它的困难 不是想象这么简单 在里面收持 如果你真的发心的话 其实梳婆世界 就是我们这个痛苦的世界 收得更快 原因是 因为你有痛苦逼你 你越痛苦就越快 越收得更快 你现在试试 你拿着这份东西 回去念 你怎样感受到他的相应呢? 就是你每天都感受到痛苦 我老板又来骂我了 有人来骂我 那你们就知道 这个经是有用的 快啊 为什么? 因为每天都来逼你 你很安稳的时候 就没得收 安稳为什么要收 没理由的 我们搞这么多事 你们都希望安稳而已 是不是? 你安稳了我还去收 所以佛经有其中一句 安稳是收到难的 你越安稳就越不收到 梳婆世界的好处就是 又有安稳 又有痛苦 痛苦就多一点 安稳就没那么多 这样就行了 所以观音就来告诉你 所以在楼梯上 示现给你看 扮了个阿婆 上戏不接下戏 让你扶他 给你一个机会 你去种福田 给你一个机会 训练我们的慈悲心 所以我们就要念佛恩 无论我们现在学的佛法 或者我们有机会去修行佛法 或者有机会去做功德 其实都是佛 和诸佛菩萨 一种指引 你会这么容易叫你买支旗的 明天 不是的 其实也很难的 好了 第七样东西 就是整个忏悔 或者佛教里面 最根本就是空的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空的 所有东西 那一会儿我再说 空的 空是最难搞的 好了 还有四种力 有七种心 你要怀着这七种的心情 去忏悔 那你的忏悔的效果就大了 刚才说的 心理上犯罪 我们就用心理的方法去搞它 去处理它 所以 如果我的心 力不够 你是凡夫 你的力不够 但是因为你修行 你有这七种心去忏悔的话 就比起一般人的道歉 你的效果就会离得快 离得有效 小孩子都懂得道歉 对小孩子 小孩子对不起 他一见你想骂他 小孩子对不起 我知错了 他真的是道歉 知错了 他说 但是你听到 你知道是不 他说的 他心底里是未知的 所以 我们就用心 用七种发心的方法 帮你 在忏悔的过程里面 将这个忏悔的功效 提升 至少就提升了七倍 在唯识里面所说的 就是 为什么重罪能够轻暴 就是因为你的心 但是 小业也都能够变成大暴 大的暴应 是因为这个心的问题 是将那样东西 会扩大它 好像打了一些 营养液 让它迫大它 本来是这么小的 就是靠这个心 除了心之外 还要有力度 要有四种力 凡是犯错 我们就要有一种 很强劲的决心 力的意思就是 用实践出来的力度 所以叫力 力就是什么 比如 托 那个 那张桌 你要有一个钉 你要用一个锤子托 你要用力才行的 你要用一个钉子托 它 天亮它 它都不会扔进去的 就是因为 那个力 所以就说 你虽然有七种的发心 但是你花了几大的力 去做懺悔的补偿工作 刚才不是说的 心理加行动 你可以理解为 七种发生 就是心理的部分 的力 后面这四种力 就是行动 你用什么具体的行动 来表现你现在 懺悔犯错了的东西 第一 第一 追悔 追悔就是说 我觉得 我是错了 我知道将会有恶报 所以我要用一个很大的力 来围住我这个错误来弥补 所以追悔力 通常就放在哪里呢 就是你用什么来补偿 做些什么来补偿你这个错误 具体地去做 比如说 我念一百次的什么咒 我今天做了一样 这样的事 知错了 现在我想念一百次大悲咒 作为补偿 大悲咒是具体的行为 但是你用多少力 我念三次大悲咒 那力就不够了 用一百次 甚至十万片 念观音的名字十万片 用这么大的量 这个量就是力了 由这个力去帮助我们去忏悔这个错误 希望得到一个重罪 而轻暴 所以追悔力就是说 你首先有没有下一个很大的力 你真的要决心 那个决心是不是在那里呢 第二 你虽然要弥补 但你弥补得对不对都很重要的 即是你有没有对症下弱的 所谓 那你是不是对峙 你现在打了他一巴 你找谁对峙 你当然要找他去对峙 找了那个给你打一巴 那个人 和他道歉 要补偿 送礼 送橙 什么都好 你要针对他 我说是呀 我现在忏悔 不过我只是对着观音忏悔 我买了那些很漂亮的 巨峰提子 什么水果给观音 那给你打的都不关事 你不对治那件事 虽然你供佛都有功德 你用最美的东西供佛有功德 但是不是对症下弱 所以效果都不会显然 防护力 还有你现在知道错 你去忏悔而已 你还要想一个办法 就是令到自己不可以再犯 小心防护他 或者令到他有机会 这个恶报有机会再生出来的 任何条件我们都止截了他 不要让他走出来 那这就叫防护力 医子力 医子力就是 医子哪一个教你 现在谁教你忏悔呢 所以我们就根据佛的教导 我们医子佛 是他教我用这个 有些人不是的 我们忏悔怎么办 他们说是剃烧猪 拜拜他吧 拜拜他应该可以了 医子的东西就不对应 有四种 七种法心 四种力 接着就有三种 忏法有三种类型 你自己可以选择 这是一个提光热领的介绍 第一种 就是未讲 未讲哪种忏法之前 忏有两大类 一种叫做总忏 简单来说叫做大包围 大包围 无耻的耻是开始的耻 是指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做了第一个恶业 所以我们因为业力 所以流转了很多小 所以 你说 刚才你说 我伸着脚 我伸着脚 他把人扔下 打了人家一巴掌 那我就知道 今世的 这些是现在的 我为什么这么穷呢 我过往生没有职功德 没有报师 所以我今生穷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没有报师 什么时候沽寒 那怎么办 于是就是一个叫做总忏 总忏就是大包围 总言之由无耻以来所做过的 我不知道我做过什么 杀到人往走 什么都好 我现在知道 总之都是坏的 这些 总之我现在就惨了 这是大包围 就是等于现在 有病菌 我也不知道病菌在哪里来 不要管这么多了 总之我是不是都一比九十九 抹槍 戴口罩 那你是否正在对症下药呢 不是 不过你做了 你就有保障 我就没有那么容易会受感染 所以总忏是可以稳固我们的修行 但是他不对治 而且通常因为你是总忏 就是你没有一个很鲜明的对象 和标题 你在忏着什么呢 杀到人往走你都包了 其实就是什么呢 他没有针对性 简单来说 所以他通常是因为口念 念那个三十五佛忏 那你口有总忏 由头到尾 那么念佛了 念完之后 那段东西就是告诉你 我从无始以来 做过这些罪业 现在我都知悉了 我忏悲下 那当然是好 但是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因为你口口口说 就变成了纯粹心理上 我知道这样不好 但是你没有解决到 问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第二种叫别忏 别忏的意思就是 你是很清楚知道问题发生了在哪里 我现在是围住这件事 我曾经做过的一个不好的事 这个恶业 或者我现在发现了 我个人的脾性 可能是有一种 我原来我喜欢应叻的 我喜欢应叻的 那我口口就停不住了 去到哪里 明明 喝茶搭桌子不懂的 你都要找个办法来赞一下自己的 他未必是罪过来的 他赞自己未必是罪过来的 但是 他都可能觉得 这个也是有点问题的 我都想去对峙他 常常都是赞自己不好的 我都想去处理这一个性格上的缺陷 这个就叫做别 就是个别地 去为那件事做一种的忏悔 就叫做别忏 通常是现在的事 譬如你现在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 通常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 那你就去忏 那你为他而忏 那这就叫做对症下虐 相对 譬如说 我不小心伤害了那个生命 譬如说那些 那些鱼不小心 捞起它上来的时候 本来想救它 不过找不到桶 所以最终它都死了 那你不想一回事 但是它断了命 是事实 所以我们也要忏悔 好了 为了这个原因 我今天不小心 所以就伤害了一个鱼的生命 所以我围着这件事 现在我就做一个忏悔 无论你是念三昏经 或者我念几多片的大悲咒 总之你做一些事 是为了它而做的 但是你做了之后 是不是等于它一定不追究你呢 于是下面就会 一会有三种忏悔 我怎么知道我忏悔的事 真是成功呢 其实我们不知道 我念而已 我不知道是否成功 但是这就叫做对症下虐 你可以针对你所知的事 而去做一个忏悔 这个叫做别忏 那忏法有这三种 叫作法忏 取相忏 和无生忏 它对应着界定位的 最主要 我们现在最常见的 或者最容易接触的 就叫作作忏 和取相忏 这两种是最容易 就是我们现在日常都会接触得到的 无生忏 你就需要有相当的佛学根基 对空性这个概念有理解 然后有收过事不定 那你才有机会去接触到无生忏 这一样东西 那我逐个来 作法忏就是指 我们透过某一些的形式 来做一个忏悔 包括刚才说过的布萨 那你说我不是真人 我不用布萨 菩萨界也需要布萨 每十五天 还有就是用其他的方法 不一定的 譬如说晚货 通常初一 就是单数日 就是中这个八十八佛忏 双数日就做这个放蒙山 八十八佛忏 那其实为什么要透过晚货 就是保持住 每隔日我们就忏悔一次 忏悔一次 它也是一个形式来的 总之到时候大家就跪在那里 念佛的名字 念完佛的名字 接着就念一堆忏悔文 就透过这一个功德 就将我们以往做过的一些错误 来做一个总的忏悔 当然里面可以加入你 我这两天做了些什么 做得不太好的东西 我都可以在里面忏悔 那这个就是一个形式的忏法 所以你看到佛堂 有时候那些活动 它会有很多什么 地藏忏 大悲忏 药师忏 很多的 这些忏法其实你都可以定期去参加 就是说 我在这一段 由对上忏悔到现在这段时期 做过的事 我想在这里 透过参加这个法会 来去做忏悔 还有什么 千佛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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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 Jack 背景 佛名拼在一起 一個是35佛參 另外一本是53個佛 所以他將這兩個佛拼在晚課裡做 最容易接觸到88佛參 例如有些是咒語的 例如《滅罪真言》 或者《金剛薩多伯志明》 這些是專為懺悔而念的 例如西藏的佛弟子 知道自己犯了錯 他們大部份都是念《金剛薩多伯志明》 因為這是廣明 是專門用來對峙罪惡 為何你多障礙 障礙就是來自於你的業障 你做了惡業所以才有障礙 所以就要念《金剛薩多伯志明》 最出名是這個 《滅罪真言》就是地藏菩薩那個 第二就是取相 取相差不是指什麼呢? 相應的 通常你發現了有一個很重要的錯誤 很重要的錯誤 你知道真的會有大報應的 所以你很用功很想將它盡快消除它 或者重聚輕暴 於是你就在一個固定 你自己自訂一個短的時間之下 去做一些事情 而是密集式做 例如說念十萬篇 或者你拜幾多 希望在這個指定時間 因為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是得到一種徵兆 佛菩薩示現 或者是給你一些示現 或者給你一些夢兆 碎相 碎相 什麼叫碎相呢? 總之你念完之後 突然間就在你面前出現了 彩虹 光也射進來 明明不可能射進來 那些光也不知道為什麼射進來 總之是一種很詳細的感應 或者在夢境裡面 你會得到一些夢兆 讓你知道 你這個罪已經參除了 你現在可以得到重罪輕暴了 即是本來你殺了人 舉例 殺了人 你應該是要用一命還一命 現在就令到你大病一場 不死得 那你這個業報就完了 所以這個取相參與 你要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很努力去做一件事 令到你和佛菩薩相應 而出現了一些 叫做碎相夢兆 當然最容易就是夢兆 即是有夢兆 即是告訴你 你現在差不多成功了 那去到這一刻 你就可以停了 停了 即是因為你解決了 這個問題 OK了 已經不會再有報應了 即是或者報了 他就可以停了 所以叫取相 取相 就是希望得到一種好的 詳細的徵兆 來告訴你 解決了 那當然 你要用很大的精神氣力 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而且你不要想著 一百幾十篇 唸一百幾十篇 就解決得到 是不行的 通常要用很大的精神 長時間 譬如說我現在要唸 我唸 這個 就算你唸 南無阿尼陀佛也可以 不過你當然不是十句 是吧 起碼你那些 最少都十萬片 即是他說 我七天裏面 我唸十萬片 南無阿尼陀佛 就為著這件事 來懺悔 希望佛菩薩接受 相應 當然 剛才說過 你要有七種法心 四種的力 一起 在同一時間裏面 全都在這裏 然後 希望七天之後 佛菩薩給我一個精兆 告訴我 成不成功 那七天之後 不成功那怎麼辦 即是不行 那就繼續吧 直到他出現這個好的精兆為止 你就知道 OK了 現在我們是解決了這個過往的罪業的問題 第三種就是無生忏 無生忏 其實就是指 其實所有的罪 和痛苦的感受 其實都只不過是一種自然的反應 等於你癢 你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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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很舒服 於是這個過程 癢 癢 你癢 你感覺舒服 整件事 其實都只不過是一個現象 是縱緣和合的現象 剛剛有癢 你又被癢 你癢 你癢 所以才會有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導致你做第二個事 就是你手上癢 於是你癢 你癢 你又感受到有另一處很舒服 但是在佛法的角度 其實這些不是永恆的 癢了兩下就沒有了 或者塗了白花油 它就會消失 一個星期之後 你看那個蚊子去哪裡 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它不是永遠 它只不過在那個時空 大家的恩怨祭會之下 就是促成了這件事 所以你做功德 也是空的 你犯罪 你做了壞的事 其實它本性也是空的 不過 它本質是空 你現在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實的 你先搞清楚 因為你是凡夫 如果你是佛 就不同了 佛的角度就能夠告訴你 就算現在真是痛 這個痛都是假的 它不是真 它是反應而已 它只是一種反應 所以這個反應 你覺得痛覺得癢 是因為你的神經線 你的感受 而產生 你說痛 你試試打了麻醉針 看看痛不痛 打多兩巴都不痛的 這就是證明 那樣東西它不是真的實在 有一件事叫做痛 有一件事叫做痛苦 它只不過在那個時空裏 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而走出來 你覺得很難明白 那當然是難明白 因為我講的是佛法裏面 最深的一個部分 就是空性 其實空性只有三件事 它想說明這個世間的所有 人也好 事物也好 包括你的思想也好 它不是永恆的 它沒有主宰 它亦不可以獨立存在 因為它沒有這三種的性質 所以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它就是空的 它只是一種現象的過程 因為你現在這麼多條件走在一起 所以就顯現了這件事出來 等於這個投影機 那個光射過來 你看下去很實在 我真的看到綠色 看到這些字很實在 就是你揭穿這個簾的時候 伸一隻手過去 它是可以穿透的 我的手可以穿透它的光 它是不是實在 它是不實在 但是它是不實在 但是它是看到的 你可以吸收到知識 所以佛陀要講的 空性其實一直都在講一個問題 所有東西都是一種假象 假的意思是暫時的 假的意思是解暫時 一定要寫這個字 在佛經裡很清楚 假是指暫時 暫時它是有功用的 不過遲早它也會消失的 爛了它會消失 它也是拿去堆填區 燒了塵也沒有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只是一個短的時間 你從掛它那一刻開始 用到它要扔掉 可能十年八載 最長是這樣 它不是只有十年八載 所以它只是一個暫時存在的東西 不過它存在的時候 是有功用的 有效果的 所以它就要說 在這個插入裡面 它最終就是想告訴你 你殺人放火也好 你不要只罪咎自己 有殺人放火 你要知道原來罪 它只不過是一個暫時性的東西 所以就出現了這一首很重要的概念 《花炎經》裡面說的 《懺悔概念》 《罪從心起,將心忏》 《心若忘事,罪亦忘》 《心亡罪滅,兩階空》 《事則名為真懺悔》 什麼為真實的懺悔呢? 它告訴你 其實你犯錯 由你犯錯 最初是你的念頭犯錯 念頭是什麼來的? 就是你的思維 我老闆很討厭 所以我想第二隻腳踢它 這一個是什麼來的? 是情緒來的 情緒就是一種不實在的東西 所以是由心而起的 所以《罪從心起》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將這個 為什麼你會想擊它呢? 就因為過往你有一種 憎恨它的情緒 又是情緒 其實就是心 因為這種壞的情緒 而導致你現在這種情緒 它說只要將這種情緒 消滅它的話 你的心現在想害它 你就要提醒自己 其實是假的 不真的 你想做這個害它 這件事都是假的 既然都是假的 我做來做什麼? 那就不做了 所以心虐 滅視罪 你想害人 想犯錯那個心態 因為你知道它是假 所以做來都沒有意思 那就不做了 不做了 所以罪也在這個時候 不再生起了 所以 心亡罪滅兩階空 其實根本是假的 根本罪是什麼? 罪只不過是條件反射 並不是真實存在 不過你 你受警報的時候 是很真實的 因為是痛苦的 你把整個心 中了下去 哎呀很痛苦 很慘啊很慘啊很慘啊 就是牙痛 我剛才說 為什麼你經常覺得牙痛痛苦 因為你的心中了下去 很痛啊很慘啊 其實根本是剝了一下 剝了就不痛 不過我們就因為怕它痛 心常想著它很痛 所以就令到這種痛苦 無日無之抗了幾年 都解決不了 其實你去看 醫生剝了牙 根本是兩天 兩天已經解決了 為什麼我們解決不了呢 就是心理的問題 所以 心亡罪滅兩階空 是側命為真懺悔 只要我們將這種起心動念 將這種煩惱的情緒 你只要知道它本身根本就是假 情緒本身都是假的 你就不會再生起 害人犯錯的心態 沒有這個心態 就不會變成行動 沒有行動就不會作業 不作業就不會有影響力 沒有影響力 就不會感受到痛苦的結果 其實那個一環 扣一環的原則就是在這裡 好了 咦咦 及中了 講完最後 印了一張三雲經 其實我們中文就叫做 三十五佛冊 在印度其實是很流行的 一天都唸很多篇 不過大家沒有空 我們就晚上睡覺前唸 很快的 就算你 我沒唸過不懂 你看看底面 細字不用唸的 細字是舊史的翻譯 你不用 佛的名字旁邊有一行細 那個是舊翻譯 你從頭到尾唸一次 其實第一次唸 第二次唸 都是只有兩三分鐘的時間 不會佔你很多 不會影響你看大結局 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你每晚睡前 少許 你說家裡已經有佛壇 也好 你就對著它唸 後面已經幫你說了 我們 懺悔些什麼呢 它是一個準懺 什麼都包了 已經 因為這本經 在徐代翻譯成中文之後 我們很多 是由它開始 就出現了很多不同的懺悔的經文 OK 這些你 隨便回去看 說多一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本佛經 叫做《尖刷善惡葉報經》 它是做什麼的呢 因為你總慘 剛才說的總慘 總慘有一件事 就是我不知道 它不能夠針對我本人 究竟在我們的性格上 在我們的行為上 或者有些什麼是過往生 可能我是汪洋大道 殺了很多人 可能我是張寶仔 殺了很多人 那我有很大的殺業 一定會報應的 那我怎樣可以去針對這些 我過往做了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透過這個總慘 不能夠慘得多少 所以祖師爺就譯了這一本的經文出來 就幫大家 就是透過好像剛才說 取相慘的方法 在佛前你要做一段很長時間 好用功的修行 然後希望在佛菩薩面前 得到一種指示 剛才說的 精兆 有夢兆 有特殊的精兆 那不是一定可以的 不是一定有 有一個彩虹射進來 這麼巧 那是沒有的 那怎麼辦 我們都很想知道佛菩薩 你給我一個答案 究竟我以前在哪裏 我就可以針對這件事 做多一些功德補償 於是就出了這一部經 裡面就說了 用兩個部分 上下兩卷 不是很長 叫尖刺 透過取相的方法 例如你唸很多經 唸很多的咒 唸 當然通常是唸地藏菩薩 因為這本經是說地藏菩薩 教我們怎樣 在現在這個混族的世界裡 能夠修行 能夠知道我們過往 通常在哪一個方面出了問題 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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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唸這個 滅定罪真言 我打算唸 唸一個星期 希望一個星期唸到十萬 然後就希望地藏菩薩 給我一個禁兆 於是就出現了這包東西 這就是他所說的木輪 透過木輪 他裡面就有很多 即他裡面已經寫了 譬如有些殺生 譬如正面殺生 後面不殺生 即是說 他有十八粒 分開三個部分 即是說 現在你想知道 過往生你在哪一個部分 做得最差的 或者不一定差 可能是讚你的 做得好的 那你就在做完這些之後 就 扔出去 扔出去 扔出去之後 他就會 你說 那其實就是 占卜 或者叫什麼 好像摘色仔 你只有六格 他只有六面 你只有四面 你的四面 只有四個結果 不是 因為它裡面 是一個很複雜的數學 在裡面 是要六百多萬億的機會 所以你今次抽了這個 你是沒有機會再抽 因為只有六百多萬億 數學家計過一次 計過一次 這個是基本上 不可能重複的 是一個人 它意思就是說 你就要用這個方法 先做這些 就去扎出來 扎出來 扎出來它會有 有字的 有兩邊有字 但是另外還有兩邊 是沒有字的 沒有字 可以扎出來沒有字 即是說什麼 它還沒有回答你 它是還沒有回答你的 好了 它就會告訴你 你在哪方面 過往生 在哪方面出了問題 就令到你 現在開始 著力在這一部分 譬如我剛才說 你是張寶仔 上一世 那你怎樣 又殺人 又偷東西 肯定是偷的 那你就要在這兩個部分 著力為過往這些錯誤 所以你今生一定會 招待一些 你殺人多 就會招待病痛多 短命 偷過人多 你就自然窮 所以 你接下來就要面對這些問題 所以你現在知道了 那怎麼辦 那你以後就要在這方面 大力地做多些懺悔 放生 之類的 做這些功德 去彌補這些錯誤 所以這就是尖寶仔 裡面還有很多 它有三套的用法 這只是其中一部分 另外就是 它有一至十八的一個數目字 透過三次摘出來 得出的那個數目 總共有一百八十九個的項目 亦都是佛菩薩告訴你 你修行修到怎樣 即是說 你現在都念了 地藏菩薩覺得 你修行 是怎樣 那它就摘出來 剛才說一百八十九 你就對回 我摘出來 計算了一百五十 舉例 一百五十就是罵你的 你做得不夠 你今生你知不知道 你還有很多事情未做 這樣這樣這樣 它會的 有些人它不是全部罵的 有些人說 不錯 你今生修得不錯 繼續努力 你將來會有這個好報 一樣有 透過這件事 就讓我們這些 凡夫 你說取相 你怎麼唸到它 何時射過彩虹進來 所以 就方便大家 這個 是有一位祖師爺 是很大力推動 這個 尖刺善惡業報經 就是 智玉大師 智玉大師 明朝四大高爭 明代四大高爭的一位智玉大師 他是其中一個最大力推動這件事 即是這本經 以及這個尖刺法的祖師 因為他覺得我們凡夫沒有辦法去知道以前的事 我們只念總慘 他覺得這樣 我們的生命這麼短暫 既然現在你都願意修行 當然是集中火力 全速前進 是吧 現在你還浪費時間 在其他地方做甚麼呢 所以他就寫了 這一部叫做 尖刺善惡業報經 行法 教你怎樣做 很有趣的 智玉大師 明天有機會再講 他做了幾套東西出來 是幫助大家 用來修行用的 是很有趣的 留下來 接下來的課堂裡 我們逐個介紹給大家 是很有趣的 我們今天大概就講到這裡 總之大家記住懺悔 就是我們所有宗教學裡面的一個必修 也是最關鍵的一個課題 由凡夫到成為一個聖者 我們不可以劃決的就是懺悔 戒律和儀貴 好 多謝大家 好 多謝大家 我們好好吃 謝謝明天 謝謝你 我們公開